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您相约浓广天地 说起甜面酱呢,爱吃北京烤鸭的朋友们肯定不会陌生 它是吃烤鸭时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是其实啊,它还可以运用到烹饪里面 比如说酱爆肉丁 甜面酱口味独特鲜美 不论是烧菜还是直接蘸食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您知道这鲜香浓郁的甜面酱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吗 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带您去一探究竟 甜面酱,又称甜酱 颜色称红褐色 鲜艳有光泽 粘稠适中 那么,甜面酱是怎么加工的呢? 它的甜味、鲜味又来自哪里呢? 本期节目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甜面酱的加工工艺 一般来说 甜面酱的加工过程 可以分为八个环节 分别是 选料 蒸料 接种 制须 发酵 化验 灭菌 灌装 每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 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进行操作加工 才能保证生产出优质的甜面酱 甜面酱的加工是从选料开始的 选料是加工甜面酱的基础环节 加工甜面酱的原料有 食盐 饮用水 和小麦粉等 其中 小麦粉是加工的主料 那是不是随便一种小麦粉都能用来加工甜面酱呢? 当然不是 生产厂家需要对加工甜面酱的小麦粉精挑细选 首先 小麦粉最好是高筋小麦粉 而且不能掺进任何食品添加剂 在日常饮食中 食品添加剂虽然能改善食品的色、香、味 但加工甜面酱时 它会影响甜面酱发酵的味道 甚至还可能影响加工过程的安全性 小麦粉经过初步挑选后 还要进行随机取样 将样本拿到实验室进行检测 经过严格检测后 凡是符合小麦粉最新国家标准GB1355的 就可以作为加工原料了 食盐、饮用水等辅料 需要按照加工甜面酱的最新国家标准 SBT10296的具体规定选择使用 原料选定后 就进入甜面酱加工的第二个环节 蒸料 进入车间前 工作人员需要更换工作服 严格按照消毒程序进行消毒 之后才可以进入车间工作 取50千克小麦粉 倒入蒸面机 加15千克水 盖上盖子 启动蒸面机 五分钟后 小麦粉基本蒸熟 蒸熟的小麦粉 称为面料 面料应是蚕豆形的颗粒 浅黄色 半透明 不散 不粘 有一定的弹性 含水量 一般为35%至38% 这样的面料正好适宜接种 接种 是将甜面酱专用菌种 与面料充分混合的操作 通过传送带将面料输送进鼓风机 鼓风机对面料进行鼓风降温 使面料温度降至35至40摄氏度 这样才符合接种的要求 接种前 需要事先在接种盒里放入甜面酱专用菌种 甜面酱专用菌种 可以在科研院所购买 它的主要成分是米曲酶 米曲酶是一类可以产各种酶的菌种 它可以产蛋白酶 淀粉酶等各种酶 这些酶与面料混合后 就会发生神奇的反应 米曲酶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 饲料 酿酒等多个行业 面料经过鼓风机 被搅笼送入驱防的过程中 专用菌种从接种盒里 撒落 与面料充分融合 接种环节便完成了 面料被运送到驱防里的驱驰 将面料铺开 驱驰不宜太满 以免影响置驱环节 甜面酱的置驱 是利用甜面酱专用菌种 进行面料发酵的过程 制驱过程中 驱防的温度 一般控制在 30至35摄氏度之间 驱防的湿度 在85%以上 驱驰的温度 需严格控制在 30至38摄氏度之间 制驱时间 一般持续28至32小时 制驱过程中 为了控制面料温度 同时为专用菌种分解输送必须的氧气 需要对面料进行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和两次翻驱操作 用骨峰机 用骨峰机对面料进行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 第一个阶段是静止培养期 在制驱开始8小时以内 每1到2小时骨峰一次 每次2到3分钟 第二个阶段是间断骨峰期 在8至12小时之间 一般骨峰次数比静止培养期稍多 骨峰时间稍长 第三个阶段是连续骨峰期 在12至32小时之间连续骨峰 经过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 面料的大部分水分被蒸发掉 制驱过程中 分两个阶段进行翻驱 第一次翻驱是在制驱开始后 15至17小时 启动翻驱机 进行第一次翻驱 来回翻一次 第二次是在制驱开始后 20至22小时 来回翻一次 翻驱是底下的面料翻上来 使面料更均匀地接触氧气 制驱环节使面料发生明显的变化 由最初的黄色湿润有弹性 变为白色较硬的板结面块 此时的面料 此时的面料成为甜面酱乘区 对乘区进行水分和复合酶的活力等指标进行检测 水分指标达到每100克含20至25克水分 浮合酶活力大于800枚活力单位 就可以进行发酵操作了 发酵呢 是甜面酱制作的关键环节 它能够使小麦粉彻底地改变本来的面目 变成褐色的甜面酱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要做 将甜面酱乘区运送至水域发酵池 加入13波每度的盐水 每1000克乘区需要加入1至1.2千克盐水 发酵池的温度需要控制在45至47摄氏度之间 发酵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 在发酵开始五天内 不需要对承驱进行任何操作 承驱会自然发酵 第二个阶段是发酵五天后 承驱外观颜色变成黄白色 用手攥起来粘性较大 为了更充分的发酵 需要用搅拌机搅拌承驱 第一次搅拌 发酵池底部的承驱被搅拌上来 与上面的承驱混合搅拌后 能够散发出一些酱香 以后每天搅拌一次 持续约20天 当整个发酵池内浆体细腻均匀 颜色红润 降向扑鼻时 发酵过程就基本结束了 发酵环节最终使小麦粉 主要产生环芽糖和葡萄糖等物质 甜味就来自于它们 蛋白酶促使面料中的淀粉分解产生蛋白洞 多态及多种氨基酸 鲜味就来自于这些物质 就这样 散发着浓浓酱香的甜面酱 就加工出来了 发酵完成之后 需要进行全指标检验 要对甜面酱的盐分 水分 氨基酸 还原糖等指标来进行检验 当检验结果达到国家最新标准之后 就可以对发酵池当中的甜面酱 来进行灭菌了 发酵池中的甜面酱 被输送至专门灭菌设备 加层锅中 通过专用管道 将蒸汽输送至加层锅的加层中 采用敞口灭菌方式 利用蒸汽对甜面酱进行高温灭菌 灭菌过程中 要使用搅拌机进行搅拌 避免甜面酱焦糊 灭菌后 对甜面酱中的大肠杆菌 黄区煤等含量进行检测化验 符合国家标准即可 灌装是甜面酱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 将检验合格的甜面酱进行灌装 按照国家规定要求 灌装车间需要安装紫外线等等灭菌设备 确保灌装环境安全卫生 生产人员进入灌装车间前需要消毒 灌装人员必须戴上口罩、手套等 确保甜面酱质量安全卫生 成品甜面酱也需要进行无菌检测 随机取样后进入无菌室操作 进行严格的无菌检验 检验合格后 包装好的甜面酱就可以装箱进入市场销售了 小麦粉在二十多天的加工后 摇身变成了红褐色的甜面酱 这小小的甜面酱既汇聚了南方的甜味 又综合了北方的咸味、鲜味 受到了南北方人民的喜爱 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调味品